我们过往继续,那这样的话,保存上下文中,然后呢,剩下的工作就是,嗯,这是数据加密的啊,嗯,数据加密,如果没有,有回调函数,有回调函数,如果没有回调函数,那直接我们就把这个数据款下了就可以了,那走我们原来的分支就可以了,对吧 OK,嗯,那我们就这样做吧,这样简单明了一些啊,F7编译吧,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动态库发生变化了,我们把这个动态库啊,这个和.lab和.ddll,嗯,加入到我们的测试程序之下,那我们的测试程序是在这里,嗯,在这里,然后呢,点一下,覆盖掉,那下面呢,我们就应该, 我们就应该什么呢,把,嗯,我们加了一个函数,是吧,啊,says,says,是吧,加密函数,然后呢,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动态库里面,把这个函数给用起来,对不对,嗯,那我们看一下是哪个函数,是不是我们,嗯, OK,那我们假如加了一个这样的函数啊,那我们就应该把它抛出来,好吧,抛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函数是我们加的函数,那这个函数是,是这样的,对吧,那当然我们原来起的名字叫这个名字,现在起的名字是, says加密函数是吧,那这个,下面呢,我们就不用了啊,然后呢,f7编译吧,OK,下面呢,我们在动态库里面,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啊,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不用这种方法了,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测试我们另外一种方法, 啊,放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应该是,用这个,是吧,我们的函数言言言叫他是吧,嗯,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需要改变这个了吧,嗯,啊,刚才是方法一,方法一啊,那下面呢,我们给大家演示方法二, 方牌 OK 现在f7变一把 OK f9交代脸 我们购一把 我们是这样f10往下走 f10往下走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函数的入户地址在这里 我们的函数的入户地址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这么做 我把这个函数的入户地址啊 通过这个函数 塞在我们动态库里面缓组下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刚才写着动态库啊 然后呢塞的时候 我就这样塞进来哈 塞进来以后呢 然后呢 同时呢 这个数据啊 如果看它是不是大一零 如果大一零那就分配内存 不大一零就不分配内存 是吧 呃 这个是分配内存了 磨捞和内存长度 哦 没有考数据都是 这是不是个bug吧 那呢 mame copy啊 mame copy 应该把这个 shenc buff 然后呢 应该enc 然后呢 unc 啊 考虑数据啊 嗯 c o p 那我们再重新调试一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动态库发生变化了 我们需要重新发版 嗯 f7编译吧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和他 考到这个环境之下 在这个技术之上 f7编译吧 我们再来 然后呢 f10 f10往下走 说实话 我们不说了 然后呢 我们 让他f11进去 我们看 三个 ok 出来以后呢 下面呢 我们 调发送 发送 在发送函数里面 我们看一下啊 在发送函数里面 如果有回的函数 看见吗 如果有回的函数 那么我们就 执行回的函数 f11进去 哎 然后执行完毕以后 然后呢 把这个 加密的设计 是吧 十个字节 考到 我们 当然这个内存空间 都错了啊 中的 停止 然后呢 我们回来 回来一把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没有 copy 是吧 应该是 我们正常说明 没有分辨率 对不对 嗯 这样少分辨率 了啊 应该根据这个 收集长度 分辨率 对吧 嗯 那 那 我们是 暗算的差 对不对 这样写的是 不 好的 暗算的差 啊 你们程式 暗算的差 嘛 嗯 嗯 那 分软内存 以后再考进去啊 这个细节啊 停止 再连 然后我们继续 我们加上这一句话 加上这一句话呢 我们再发个版 F7 编了公开库 F7编一把 把这个公开库啊 重新啊 重新考到我们的测试 环境之下 啊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再购一把 我们看效果如何 嗯 F10 啊 发过去了 那再收 你看 发多少 收多少 然后呢 而且 全部变成密文 111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案例 给大家讲完了 啊 这样的话 我们是在这个动态空里面 给它实现了加密 而且加密的时候 回答函数有两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是 第一种写法的时候 我们是 呃 回答函数入口 提前塞在我们的动态空里面 然后呢 我们动态空里面 然后再去用它啊 我们再用它 呃 这是动态空的 寒数入口 呃 这是那个 怎么样 把C动态空变成框架 用它具有生命 可以继承第三个产生的产品 另外呢 还可以再强调一些细节 就是说 你回答函数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 呃 回答函数可以有参数 对不对 那你就是在测试程序里面 可以传一些参数 到这个回答函数里面 那你 你可以 可以这么写 比如说我们测试案例啊 我再说一下这个 这个后面这个参数 这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有个别圈员 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有点细节 不大了解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加密厂商 它可以带一些参数 比如说服务器的IPD 里头单口 都可以啊 你可以用硬件进加密码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传一些参数进来 在这个函数里面 可以调服务器厂商的IPD 里头单口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做一个参数 比如说 你做一个结构提议 那你就是闷函数里面 做一个结构体 然后呢 传到这个 比如说 传到这个杂数里面吧 这个结构体的大小 那结构体的手地址 这结构的长度 然后呢 扔进来以后呢 然后呢 动态库 也会把这个 结构体的手地址和长度 再重新发给你 发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在里面再用它 就这么一个技巧 希望大家也掌握这个技巧 就是参数 怎么样传参数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案例给它讲完了 怎么样把 C动态库升级成框架 这个案例讲完了 这个案例是比较难一点 希望大家 认真地掌握和吸收 啊